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就是其实只是传递一些好的画面跟好的讯息 然后希望可以有就是大家可以跟我们一样 就是说去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还是说你就中途放弃 他在基隆上班他就坐火车坐到桃园 然后推我从归山推到桃园看一场电影 然后又推回来 然后他在坐火车回基隆 你有真爱吗 有 有 真的有些人觉得我不配 我以前也觉得我不配 因为我以前觉得上帝都一直拿走我喜欢的东西 包括我妈妈包括我前男友 包括很多我事业成功忽然就变成不成功 甚至还弄了一个妹妹来折磨我 我只是希望跟人家说 如果我可以的话 我觉得很多人的条件比我更好 她更有这个能力跟条件去追求她所要 陈清奇呢 向来是个很愿意分享的人 她有一种朴实无花的清和力 以及幽默帅直的个性 让人很想听听她到底有哪些曲曲折折或是激励人心的故事 清奇和先生的相遇相知到结婚生子非常具有戏剧性 重度伸张的妻子和双眼全忙的丈夫共同组成的家庭擦撞出许多火花 每天都很有趣也都充满了挑战呢 今天要介绍的陈清奇是一位重度小儿麻痹的朋友 清奇出生在桃园 她是家里三个孩子中的老大 因为周岁时就染病了 所以她行动非常的不便 一辈子都得坐在轮椅上 小的时候 清奇曾经在花莲的毕师大教养院待过好几年 国中以后她才又回到父母亲的怀抱 然后那时候我妈妈把我送去教养院 她也没有跟我说要把我留在那里 然后就是到那边之后 我妹妹就玩人家的那个溜滑梯 还是戴纠纤就掉下来 然后她就跟我说 妹妹一受伤了我要先送她去医院 之后她就没有回来 然后我就开始哭哭哭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教养院是德国人开的 然后她就说等一下让她做轮椅哦 他们讲国语我讲台语嘛 那时候我五岁左右吧 我在毕师大学了一个技能 那个技能就是看人说人话 看鬼说鬼话 因为就是擅长看保姆的脸色 然后擅长去搜救我的同学 跟他们好他们都会帮我背鼠包 哈啰 然后他们都帮我台上台下 跟女王一样 那我们班上有一个男生很帅 那他还从山上帮我包到山下 坐公车耶 很多女生都觉得我是他们的情敌 对 那我有一个同学 他是一直讲话给你 他很好笑 他就说台上一定要跟你一样 你要撤 他说你看 一整天就抬你抱我 我一拐一拐的都没有人要抱我 抬我 他说逛夜市啊 人家都推你 我走得要死了 下一天也很可悲哦 下雨天还蛮浪漫的 对 我最喜欢这种老老的房子 那你下雨的时候就带爸爸出来啊 他叫我带爸爸出来 就下雨的时候就说 冷本人把手出来就好了 正常哦 好啦 因为我的脊椎车瘦很严重 所以我的手脚是没什么力气 心肺功能也很差 所以我有一肚的时候 医生说要帮我开脊椎 可是他又说风险很大 我有一群朋友他们都玩 但是好像没有几个人都下车 然后他们也不知道我的体力是什么 他们会觉得很适合 他必须是会传的 然后我们同学那时候叫我说这个是BDL来了 他们就觉得我是很一类 所以活动那三年还蛮难度过的 因为你会一直觉得被歧视跟排挤 现在才知道那个叫做霸凌 清奇和他的先生名利 结婚已经十几年了 他们现在呢住在新北市的新庄 清奇的行动不便 好多事情都需要旁人的协助 上天眷顾他 让他嫁了一个勤奋又开朗的老公 而且又生了一对贴心的子女 清奇说他的一对儿女是他的好帮手 这两个小帮手都还在念国小 年纪虽然小 却被磨练得非常能干的 现在时刻上午八点十五分 叶饼全里的氧气 这二氧化碳太糟了 要靠着物件去把它挡掉 你们看 大家别以为妹妹开轮椅是在玩呢 为了让妈妈下床就有轮椅可以坐 妹妹帮妈妈把轮椅开过来 交给妈妈使用 哎哟真是太可爱了 早上我要帮妈妈把它弄到轮椅上面 然后把她的头发弄干 弄整齐 然后穿衣服再洗脸 最后再帮她穿鞋子 因为她就会数倒数 然后我就把它一起拉过去 每天都要做吗 嗯 晚上也要 要把它弄到床上面 然后呢再帮她弄氧气 上一次我坐公车 把我的右脚摔断了嘛 整个大腿骨断掉 我本来可以自己移位 现在不行 我现在早上起来都要我女儿帮忙 对 才能不能移到轮椅上 就是因为我的大腿骨 现在没办法自己移位 移不上来 很长耶 你看 在这里 这边超级强的 现在比较大的困境是上厕所 光是我妈总要是爬上轮椅 找了一个多小时满头大汗的 还是跑不上 所以上厕所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那边 家里有身心障碍的爸妈 妈妈肢体障碍坐轮椅 爸爸呢 双眼全盲 哎 两个人呢 全都要靠女儿担起责任来照顾 哎 你看他不急不虚的 爸爸要去哪里啊 去刷牙洗脸 洗脸啊 刷牙吗 哎呦很棒哦 很棒 我老公才是经典啊 我老公就是那个 民主的救星 让我重新对爱情产生了一些希望吧 OK 我进去经典会之后 就开始做接线的志工 因为别人打电话来 都是非常悲观的 都负面情绪很多 因为他们走不出来 他需要很多人 我也跟自己 就我老公不一样 他打电话来 可以笑整长的啦 然后就是可以 每天都在给你脸笑 他就讲他的 过去的那个丰功伟业 譬如说他怎么飙车啊 怎么砍人啊 怎么去拔妹啊 有没有 所以他拔过几个妹 我都很知道 他自己还算不清楚 有一次 就是我一个志工 热毛他了 他就跟人家讲说 你信不信我等一下绕人 去你们基金会 底下揍你啊 我们志工吓得要死 后来我们就装了 警民连线 就为了他 你怎么知道这边有花 有啊 特别啊 我摸到我每天都摸 那个也有 没有不是啦 我的心像都不一样 是真的打电话去问事情 只是每天都有事情可以问啊 然后就问问 他就觉得烦啊 他就 你如果想聊天 我给你一支电话 讲话不好这样 然后我就有一次恐恶他 有一次他们办活动 我就送傻业去啊 他们就对我老婆 因为我老婆是公关啊 大家都很害怕 流氓要来了 有没有 那公关是不是一定要接下这个重任 去把这个流氓打发一下 有没有 隔一段时间打电话来跟我讲 所以我跟你讲 我想跟你交往 我真的是 差点没错 一直这样掉下来 商科毕业的亲戚 做过会计和人事行政 因为觉得工作太过安逸 没有挑战 所以他改行做直销 那段期间他的事业很成功 曾经月入三十多万 但是他始终觉得赚钱不是人生最大的目标 钱财容易来也容易去 唯有心灵上的充实 能够让人感到真正的踏实 后来亲戚在宗教上找到了寄托 并且到公益基金会担任公关 也因此结识了小他十岁的名利 你们看 眼睛看不到的名利陪着亲戚一起上市场买菜 而我呢就跟着他们两个 听说名利在追亲戚的时候 从山上带着家里种的一大袋蔬菜 送给亲戚当生日礼物 结果呢让亲戚非常的感动 比受到鲜花钻戒还要高兴呢 这段蔬菜情缘啊 把两个人的情感紧紧的连在一起 也注定了日后要尝尝一起买菜呢 你看 就从山上扛了南瓜三个 不哇五个 空心菜不知道几把 还有什么小黄瓜玉米 我没有收过这种生日礼物那么澎湃的 蛮傻眼的 然后我到了晚上还是问他说 没有别的了吗 他说没有啊 你不知道你想要什么 我带你吃热炒好了 他又没有说带你吃牛排要吃热炒 而且他还跟我说他以前把锅很多美 怎么现在妹妹那么好管 所以我们是截然不同的个体 但是就是他还蛮务实的 这颗菜好很有分量 像他常常都会去帮一些比较弱势的人 比如说他们邻居有一个癫痫 他说他以前读书的时候都会在他 然后把他绑在他身上一起去读书 然后他以前很喜欢去跟老人聊天 其实他就是还蛮善良的 我那时候觉得 但是就是他的善良 帮助我回到一点凡间 才不会一直在天上飞 一直在做梦 我就骗我爸爸 50万块去买股票 然后就去桃园办桌 我老婆他们娘家办桌 后来我女儿出生去回去报户口 因为乡下地方大家都认识 当地的派出所 就跟我爸讲说 说为什么我结婚没有请他们 然后我妈就一口雾水啊 隔天早上啊 还没六点啊 就打电话恐吓我 所以我回来淘宝打死 谁说肚子要的啊 没有人说啊 你可能听错了 就早餐要吃什么 饅头 加蛋 加蛋 加爹灯 我老公有一个经验 下一个座带他去看医生啊 上次去看完医生 跟米药坐在门口 然后就归 我就说要干嘛讲就好了 然后过来风又吹啊又归 我就跟他讲说是没被人家揍过是吧 结果是布条啦 我老婆就一直笑 所以在干嘛跟着讲话 不知道谁一直归啊 他说布条啦 哈哈哈 爸爸有蜥蜴 哈哈哈 搞笑 就他们搞像戏剧科的 很搞笑啊 尤其是这个 尤其是这个 最喜欢搞那么奇怪的表情 好醜 哈哈哈 他是姐姐 嗯 哦 抱歉 最後一点啊 有一次我儿子跟我说 妈妈 祷告我没有什么用 我说为什么 你祷告那么久 你也没有站起来 爸爸也没有看得到 我就跟他说 飞机照出来就是在天上飞的 然后车子照出来就是在路上跑的 你有看过车子在天上飞吗 就没有 那妈妈可能被照的时候 就是要坐在楼上 所以不大可能会站起来 也一样 爸爸他现在看不到 可是问题 他有你们两个做他的眼睛 爸爸上帝就是怕你来做天使 他就觉得很满意这个答案 你现在要拿什么 鸡肉 找到吗 有耶 有点点 没有很多 爸爸这样你看什么 火啊 或者是 这个有没有干 有没有湿 有没有水 有没有 爸爸看不到啊 所以叫女儿来旁边告诉他 锅里的水还有多少 菜熟了没有 女儿都会讲 等锅子的配料煮好啊 然后再把鸡肉放下去炒 这样煮菜真的行得通吗 蛤 那有鸡肉焦焦的吗 等一下 变原色了 没 有些变了 有些没变 锅子歪了 等一下 煮菜是他喜欢做的事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 我也会觉得 好像有一点危险 但是我后来发现 只要透过 这点点协助 他还是可以做他喜欢做的事 所以我后来就觉得 就让他这样吧 那我们也乐得轻松的可以吃到好料 煮好了 闻起来好好吃 但是真的好吃吗 好吃吗 好吃啊 是不是 因为你没有煮 所以在拍他马屁 好吃啊 我来试试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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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边一点 右边一点 往前 慢慢让 太好了 大功告成 本来我对名利做菜这件事情 是半信半疑的 可是看到一道道美味的菜 就这么快速的能够料理出来 我相信我今天一定是有口福的 跟家庭就是最基本的就是晚餐 就是大家一起坐下来 然后一起吃那种快乐的心情 一起分享 还有我煮的 很好吃 点都没了 我弟弟都吃完一碗了 我们家非常有战斗力 所以要夹东西要快 平常煮完菜 听孩子们吃得快 还是吃得慢 爸爸心里就有数了 如果每一样都吃呢 表示真的煮得很好吃 我们听听看啊 拍摄有史以来呢 我这还是第一次看到 视障朋友煮菜的 而且啊 吃起来啊 味道还真是到位啊 真是太不简单了 爸爸妈妈你知道最辛苦赚钱 就是为了让你吃饱 那吃不饱呢 喝白开水 多喝一点 没有老师了咧 就喝深水 不是我没有深水 我会帮你接雨水 我怎么嫁一个这么厉害的老婆 为了家庭的经济 清奇和明丽各自在工作岗位上努力 明丽学会了按摩之后 成为一名按摩师 她要出门上班 清奇有时候会陪她一起去 为她带路 她们总是这样 你帮我 我帮你 做对方最坚实的依靠 而清奇则是投身了公益和社福团体 常常为了争取身杖者的福祉 到处奔波呢 我现在呢 来到新北市的深坑 清奇啊 最近常常到外地参加一些活动 她今天风尘仆仆的来到了深坑 是要跟不同领域的生命讲师们 大家一起研习 她们希望有更多的身杖朋友 投入生命教育讲师的行列 然后呢可以到各个学校 或者是机关团体 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 让社会各个阶层的人 都有机会深入了解身杖朋友 因为我以前走在路上的时候 常常都被人家追 小姐 我给你招呼 我说我招呼 我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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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招呼 因为她可能觉得我有配偶东西 你知道吗 我把她追回来 我说阿嬷 招呼现在招呼 我自己觉得我的课程很适合做智商指导 因为我知道很多的人 就是说我鼓励她之后 她们都能够走出来 那可能也是因为 她们觉得我的状况比她们严重 然后从我的经验里面 去得到一点收获 对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会来 走上生命教育的原因 你这么重残 会要生死吗 我觉得清奇很棒的就是 她常常妙语如珠 我觉得她很可爱 跟我一样 都是爱搞笑的女生 曾经有一个讲师说过 当机会来的时候 不要马上拒绝她 先抱进来 看看是不是我要的 所以我觉得在座的各位 今天来到这里 听了我们的演讲 我们不再吃肥子 期待各位能够站上更高的舞台 祝大家都幸福 但我觉得不容易 就是说 每个人要把自己的故事端出来 是不大容易的 可是还需要勇气 但我觉得她们能够愿意 跳出来已经很不错了 谢谢 本来不认识都变成好朋友 这最珍贵 第二个都有共同的兴趣 今天吃饭最热闹 其实像我们上次到宜蘭 关怀这里也是 到宜蘭吃宜蘭的特色 其实我们人生就是这样子 把自己的故事发扬光大 然后顺便去玩 那多开心的是 对 因为我觉得我们要 勇往直前的精神 包括今天下雨天 对不对 你看我都不怕风雨 还是这样 走走走 希望为了大家留下 最美好的记忆 哦 两个相爱的人 她们就说一个是 她是她的导盲犬 一个是她的 对高鞋 其中鞋 我就对这对夫妻 有点印象 她的那种慈悲 还有对人的爱 是我打从心里 非常欣赏的一个人 就是她们这个家庭 是有爱的家庭 如果以我来说 她们应该是这样 很感动的一个家庭 我欣赏她们 我不要 有一罐没喝的啊 对啊 你要祝我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感恩啊 我跟人家讲说 我后来能够了解 人家没有钱 到什么程度 就是我带我妹妹 穷到 因为那时候存了一点钱之后 她就要看医生啊 她要看医生 住院几天就没有了 然后穷到 连那个悠悠卡一百块 都要去换回来 然后我自己经历过 生死交关啊 像我有一次肺炎 真的太累死掉 我才在想说 我如果这么死呢 那她们三个怎么办 一 二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所以我就觉得说 其实生命里面有时候 不是我们积金盈盈 去赚那么多的钱 最重要的是说 我们真的能够 即使跟我们爱的人都可以 而不是说 我等我赚了多少钱 然后我再回来怎么样 那都来不及 我觉得幸福就是一家人可以在一起做 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幸福在有爸爸妈妈 然后还有弟弟 然后有吃有穿的 其实我蛮想要做一个 看有没有什么家庭可以邀请我们去 譬如说他们家庭现在有一些困难 他们可能走不下去 不管是亲子教养或者是夫妻相处 然后我们可以把我们家庭的氛围 用我自己的故事去影响更多人的生命 然后我期待 跟我的丈夫可以一起做这件事情 小时候的亲妻呢 只想着长大以后要结婚生子 这虽然是再普通不过的梦想了 不过却是她几经波折和努力不懈 才挣得的幸福 在家人的支持下 亲妻全心的投入培育生命讲师的行列 她的梦想变大了 眼界也更加的宽广了 她相信每一位身上朋友都有做梦的权利 努力去追梦 人生必然过得精彩